字幕广播放 字幕支撐 goo 大家好,我是Candise 我今天分享的是、G Edit 五大 Wheak 考生常見的調坑想法 什麼叫調坑想法? 不過のは Higher 實意就是 不能有的想法 那因為G famille 因為其實這個考試實在是非常艱辛加上非常隆藏的一條路 所以考生常常念一念之後就覺得感到非常焦慮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常常會走過去 甚至會有一些非常偏激的想法 好那我們今天來分享說 拿五種是千萬不可以有的五大想法 第一個就是千萬不要透過國考來檢視自己的程度 怎麼說呢 你可以想像如果假設你今天剛升上高一 然後老師就拿了一張就是 全國高三的模擬考試去哪裡做 你覺得你會寫嗎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去好好的做完複習 然後你有一大半都是沒有學過的 所以你寫完之後除了打擊還是打擊還是打擊 根本測不出了什麼東西來 所以是毫無意義的喔 好再來第二個的話 是千萬不要去摸考試水溫 怎麼說呢 給大家科普一個就是GIMA的小常識 就是說每一個人在連續的12個月裡面 只能考五次的GIMA考試 那因為這個考試呢 就是其實我也不建議你拖太長 你拖到超過一年 其實你就會感到非常的疲倦 所以我們就把它想著說 喔那我們就是只有五次考試機會 所以每一次對我們來講都很重要 千萬不要浪費任何一次機會 這個考試也絕對不會是因為 你有很多需求就可以白白撿到700分喔 所以千萬不要浪費 好第三個的話就是不要過於密集與技巧喔 因為我知道說坊間其實很多都會教一些解題技巧阿 但我覺得這個根本不是一個最根本的學習方式 因為GIMA她是一個式性化的考試 她考了不只是我們的文能力之外 她還考我們的邏輯思維 所以呢你要在著重在根本 那像這些技巧的話 她是沒有辦法提升我們的能力的 當然她也沒有辦法讓我們去看懂 就是一個句子的單字和句型 還有裡面的意思 更無法良性的去提升 GIMA她所要的思維的訓練 所以呢技巧方面呢 它只是讓我們幫助我們看得更快 想得更快 但是對我們能力的提升 我們還是要扎扎實實的去訓練 所以對於我個人來講 我會覺得就是能力和技巧 其實是同時並重的 好再來第四個就是千萬不要盲目的刷題 因為我知道說很多學生他們都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思維 就是他會對於完成這些刷題的動作 有一刷二刷三刷之後 有一種虛假的成就感 就會覺得說我刷了這些 把衣刷完之後 我自己給考五十分 是一個大型特徵的 因為刷題刷到最後 你其實就變成你一直在背體 甚至把答案都背下來 這樣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不是真的再去用刷題的方式 來檢視說這個GIMA的出體融合其實是什麼 所以刷題真正的目的就是在於 你在建立的一定的程度之後 藉由刷題方式來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 還有批刑是否有問題 我會建議說其實最重要的方式 應該是刷題還有檢視考點 這是最正確的學習方式 再來是最後一個千萬不要過於依賴基金 我覺得其實基金它就是一種金上天花 如何將基金用到百分之百 其實很重要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要有很好的實力 再來第二個就是要有很好的運氣 我們這樣子才能把基金用到百分之百 怎麼說呢 因為如果假設你的實力都連數學四十分都不到話 那這些題目根本也不會出現在考卷裡面 因為這些基金呢 都是那些高分的學生他們所背出來的 他們數學可能未必到達四十八十九五十五十一 都有的學生他們的程度都已經非常好 所以他們背出來的酷都是高分 我應該抱持一個健康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先幫我們實力提升 如果它有出現就當作見到 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的得心性才不會那麼重 再加上其實SC跟CR其實是沒有基金的 所以你還是要穩著我打靠你的實力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健康健全的觀念之後呢 我們再去硬考 這樣子呢 比較能得心應手 也不會有些奇怪怪的一些偏跡想法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的分享 如果希望的影片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按讚並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